你跟你娘姨一样都是剑佩子 注意看 这个角色女人被尘识投河 原来是家中妹妹 嫉妒姐姐长相貌美 备受长辈宠爱 就连心爱的男人都与姐姐两情相悦 于是妹妹从中作梗 告诉姐姐 父亲为了自己试图 让她嫁给克思两任妻子的侍郎做济世 姐姐听后心机如焚 转身就要去找父亲理论 妹妹却一把拉住姐姐 为她出谋划策 让姐姐写信告诉青郎 约定晚上树林相见 商议退策 自己愿意做信使 姐姐名叫阿兰 是御史家的长女 晚上阿兰急切前去赴约 梅中小湖中站的不是青郎 而是她的恶毒继母 继母恶狠狠地把信扔到阿兰脸上 误见她与人私奔 犹如家门 丝毫不听阿兰解释 恶毒继母当即下令 然后在阿兰身上绑上石块 将她扔下水 让她自生自灭 随后继母就带着仆人转身离开 幸运的是 阿兰命不开绝 被路过的好心船夫救起 阿兰为了搞情被谁陷害 第二天偷摸回到家 刚进家门 就偷听继母要仆人杀害母亲 阿兰慌忙去找母亲 正好看到仆人把母亲往情里扔 阿兰连忙上去阻拦 却因为人小示弱 眼睁睁看着母亲被投颈而亡 阿兰仰天痛哭 声音把继母引来 恶毒的继母直接让家丁 用绳子将阿兰捆住 打算卖给黑心的奴隶主 阿兰被家丁压着 失魂落魄地走到门口 竟无意中看到 自己相爱的情郎小小 此刻正在跟妹妹贴天地 阿兰想要挣脱家店的束缚 找小小当面问清楚 可是奈何力气太小 始终挣脱不开绳子 最终被强行拉到奴隶市场建卖 拍卖台上 阿兰被人用重机买下 此人正是喂过来的商人阿伟 阿伟把阿兰带回府 让人好生伺候他 但阿兰面对生不惨死 妹妹跟情郎双双背叛 心如死灰并不买账 阿伟见状直接叫出阿兰的名字 说自己愿意帮助他与小小见面 但事后阿兰要为他所用 阿兰冷静下来后开始进食 片刻就同意阿伟所说的提议 在阿伟的帮助下 阿兰成功见了小小 他走上前 拉住小小询问不去赴约的原因 小小正要回答 斜眼却看到妹妹走过来 张口就污蔑阿兰对自己纠缠不清 连忙向妹妹自证清白 说自己爱的一直都是妹妹 阿兰听后悉如死灰 也清楚明白心中那个纯凉的小小 早已被权势迷失了本心 而妹妹更加无情地告诉阿兰 这些都是自己联合母亲设的陷阱 妹妹说完看到阿兰心死的模样 稀有不忍 却被小小狠心拉走 阿兰面对这样的事实 已然没有活下去的动力 万年聚会地往湖中走去 就在他命悬一线之际 阿伟及时赶来救下他 拉住阿兰往山上走 随即阿伟说 想借助他的美貌 完成自己的大业 随之阿兰却不愿意 继续与他同流合污 阿伟一气之下 往山下走去 阿兰独自一人站在山巅之上 思考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另一边妹妹回到家 向继母告状 控告阿兰阴魂不散 缠着小脚 继母听后 便派人杀阿兰灭口 杀手找着站在山巅的阿兰 不给阿兰一丝反抗的机会 抓住他就要扔下悬崖 随之这时 却被折返回来的阿伟再次救下 下山的路只有一条 那两个人来势汹汹 你这么精明不会猜不到 阿兰恐惧阿伟的算计 更不愿与他同流合污 阿兰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却碰到一脉鞋老敖 被人撞到在地 阿兰急忙上去帮忙 言语间得知瞎了眼的老敖 竟是婢女的母亲 阿兰自知愧对婢女 又看到孤灵一人的老敖十分可怜 就决定留下侍奉为自己赎罪 老敖得知阿兰的遭遇 把他带回自己茅草屋 两人相依为命 殊不知正是这个举动 害得老敖也没了性命 这天阿兰为了给老敖治病买药 于是到街上卖草鞋筹钱 怎料草鞋没卖出去 他却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中额头 当下便血流不止 这幕被茶楼上看戏的妹妹看到 她连忙下楼慰问姐姐情况 阿兰不想理睬 转身要走 妹妹却以姐姐生母埋骨之地做威胁 把阿兰带到偏僻之处 让她跪下求自己 阿兰不愿意相信 自己往日疼爱的妹妹 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说她想要什么 自己都会双手奉上 阿兰看着恶语相向的妹妹 明白事已至此 多说无用 便只好跪下来 人机吞声地求她 告知自己母亲葬在何处 妹妹看到阿兰如此狼狈的模样 即使再嫉妒姐姐也心生不忍 于是在分别之际 告诉了阿兰母亲的埋骨之地 阿兰冒雨找到母亲坟头 却看到许久不见的父亲 阿兰忙上去哭诉这段时间的遭遇 求父亲为自己做主 谁知却从与她的交谈中得知 自己沦落到如今的地步 父亲都参与其中 阿兰听后 发誓要靠自己替母亲报仇 她跪别母亲后走在街上 想要给老老治病又没钱 纠结无奈下 拿出自己的玉佩 找到当铺 点荡首饰 阿兰拿着好不容易换来的草药 急忙回到老老住处 谁知刚好遇上 给予他美色已久的邻居 阿兰用剪刀与死相逼 引来不少百姓为官 邻居小刘羞愧不已 又害怕事情闹大 只好灰溜溜地回家 他回到家中 越想越气 听小弟的建议 带着人就找到阿兰住所 兴师问罪 老老冲上前去阻止 慌乱间打翻烛台 火势逐渐蔓延 小刘看到后 慌乱不已 吓得连忙撤退 阿兰买药回来 入眼一片火海 温馨的茅草屋没了 老老被大火无情烧死 阿兰痛不欲生地 跪在老老的尸体旁 阿伟在暗处看着 跪在地上面无表情的阿兰 他带着手下终于露面 满脸真诚地劝说阿兰 与他合作 才是最正确的路 死死抱住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根本不及时 阿伟耐心劝说 但见阿兰依旧不为所动 正要转身离去 阿兰说自己愿意跟他回家 但也要阿伟履行当事承诺 阿伟满脸欣喜地答应 随后带阿兰回府 让他学习紧急书画 阿伟请城内最好的乐师 上门教导阿兰 姚姬体态优美 武姿轻盈 乐师让领武姚姬上前做示范 让阿兰能记多少记多少 阿兰自信跟跳 他优美的武姿 可人的身段 赢得满堂喝彩 阿伟也被深深吸引 从那天开始 阿兰夜以继日的训练 很快便出类拔萃 成为新一代领武 姚姬看着被众人追捧的阿兰 心生嫉妒 便心生一记 冤枉阿兰偷东西 想让阿伟的父亲赶阿兰出府 阿兰识破他的计谋 侥幸躲过去 姚姬计谋没有得逞 反被阿伟赶出府 阿兰彻底成为武队的领头人 他带着武姬们刻苦训练 在城内留下美名 不久阿兰被丞相大圣召见 他作为领头人 为大声献舞 阿兰优美的舞姿 动人的容颜 让在场所有的男人 都看得如痴如醉 阿兰被大圣所欣赏 安慰见子情况 想让阿兰趁赵王选妃 做赵王的妃子 为自己仕途铺路 没整想 阿兰自私的父亲也在其中 看到自甘堕落的阿兰 把他墙带回家 回到家中 父亲为了荣华富贵 又再次把阿兰送给侍郎做祭事 阿兰不愿并置位 为了荣华富贵 你当真没有半分愧疚吗 父亲被阿兰气得恼羞成怒 一巴掌拍过去 阿兰见父亲还是如此自私 心中一片悲凉 就一头撞上柱子 阿兰醒来 开始装疯卖傻 妹妹与继母感到事有蹊跷 便拉着阿兰进猪圈试探她 阿兰被扔进去后 抓起猪粪就往嘴里塞 以此来证明自己 确实是真的疯了 妹妹见状 仍旧不相信 在一旁言语奚落 阿兰气愤不已 抓起猪粪扔在妹妹身上 妹妹躲避不及 被砸得满身都是 她落荒逃回房间 向母亲抱怨阿兰一日不除 小脚就对她一日不死心 母亲听后若有所思 晚上就让仆人 送有毒的饭给阿兰 将借此让她彻底消失 阿兰装作吃得很开心的样子 不一会儿 她就假装中毒晕走在地 仆人急忙上前查看 却被阿兰用榔头砸晕 阿兰把仆人头发散开 身上涂满猪粪 替代自己 而阿兰则趁夜色 顺利逃出府 阿伟的婢女在门外接应她 阿兰急忙坐上马车 她眼下无处可去 只好跟着婢女来到阿伟家 阿伟看得狼狈不堪 又无人庇护 定下不公平合约 而后不问阿兰愿不愿意 她直接让人 把阿兰带到街上卖艺 阿兰虽不情愿 但碍于合约只能照办 她顺利完成表演 赢得路人纷纷喝彩 她女子如此抛头露面 实在犹如斯文 上手就要拉阿兰回家 阿兰看清父亲嘴脸 不愿意跟她回去 于是就跪在地上 要与父亲断绝关系 父亲见状纷纷离去 阿兰心中明白 这是阿伟故意让父亲 看见自己在此 从而让自己 彻底脱离官家小姐身份 更容易被阿伟掌控 往后只能依附她生活 阿兰踹她一脚 不甘心离去 这天阿兰跟阿伟逛街 看到一把绝是好琴 那刻她囊中羞涩买不起 阿伟在远处看到 把琴买下讨好阿兰 谁也没料到琴的主人 竟然改变了阿兰的一生 这人正是琴国质子 阿伟曾经亲自上门求合作 却被质子已想过 安稳生活拒绝 阿伟正愁没有地方贿赂质 却不想奴部为了 筹钱买药给质子治病 私下偷偷卖掉他心爱的琴 如今正巧被阿兰买到 阿伟把阿兰送到质子府 为了抚琴 质子醒来 听到熟悉的琴声寻声而去 看到心爱的琴前坐着曼妙女子 时而复得的琴 加上动听的琴音 令质子心里泛起涟漪 阿兰这边陪着弹琴 那边阿伟也没停下 劝谏质子与他合作 元宵假日 质子终于松口答应 他决定跟阿伟合作 送阿兰进宫 阿兰穿着粉红衣衣进宫 信心十足地翩翩起舞 在场每个男人无不喜爱 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赵王 更是色眯眯地看着阿兰 义务结束 赵王正想赐阿兰做自己妃子 下一秒 国师急匆匆赶来 说今日夜观天象 他掐指算出 寒南此刻有大劫 若不除去 国不家王 说罢就指向阿兰 赵王听后若有所思 王后在一旁贴油加醋 询问国师该如何 国师说出阿兰的生辰八字 说他跳舞曲子 同携曲一般会霍乱朝纲 赵王让国师挑选良人吉日 让阿兰祭天报国 质子同看上阿兰的丞相一起 向赵王求情 让他放过阿兰 朝红大臣纷纷如失智一般 同意国师所说 并劝谏赵王 让阿兰祭天 阿兰纵是伶牙历齿 也不如一个国家存亡来的重要 更是躲不过帝王的猜忌 阿兰无奈 眼看就要飞黄腾达 却被一个算命的破坏 其实国师早被公主收买 公主爱慕质子已久 只但有朝一日 嫁他为妻 而阿兰天天为质子父亲 两人日日陪伴 早被公主当作异想出来的情敌 只想杀之而后快 于是公主联合国师一起 设计想让阿兰进宫有去无回 很怪阿兰被带着祭坛 只等天黑就要几天 质子在与阿兰相处的日子中 暗生情愫 有心救人 但人为言轻 只能送阿兰一杯解渴的水 聊表心意 消失已久的阿伟 此刻被丞相带来 见阿兰最后一面 阿兰抬头满脸期待地看着阿伟 想让他想办法救自己 阿伟看着跪在地上的人 直言一个快要祭天的妖邪 自己作为一个商人 实在帮不上忙 希望阿兰上天后 对天神美颜几句 让自己往后的事业顺风顺水 话必 阿伟扔给他一件外套 说这是自己作为曾经的合作伙伴 最后能为他做的一件事 让阿兰好自为之 到了晚上 阿兰站在祭台上 看着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决决地走进炉子 大火熊熊燃烧 红了半边天 轰的一声 祭坛爆炸 本应该被烧成灰的阿兰 穿着一身白衣 完好无损 缓缓地走了出来 阿伟连忙上去 扶着阿兰说天降神器 朝中大臣见状 连忙避让 赵王惊恐地走上前 步子中带着一丝急切 阿兰假传天神口语说 自己污浊 不配服侍天神 国师聪颖 才最配做天神的仆人 随后阿兰拿出一颗药丸 献给赵王 说这是天神赏赐的丹药 赵王虔诚着接下 他闻着药丸所带来的清香 对阿兰说的话 更加深信不已 听从阿兰传达天神的旨意 连忙让国师进了炼丹炉 阿兰幸运躲过一劫 原来质子把药丸 藏在给阿兰的水里 阿兰喝下水 便拿了出来 质子说药丸是百年难得一见 自带清香 阿兰仅在生命垂危之际 也舍不得用 此刻却拿出给他 心中无限感激 而阿伟扔给他的外套 防火且浴火变白 两者夹在一起 才让阿兰有了应对办法 找寻一线生机得以生还 经此一事 赵王看到花一样的阿兰 又带着天神的口谕 更是显 他想把阿兰留在身边 封做自己的妃子 赵王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身旁的王后一眼看出心思 王后先发指人 说见阿兰如此聪明伶俐 想要留阿兰在身边做女官 赵王虽有贼心 但也碍于王后的地位 只能同意阿兰做一名女官 至此阿兰身份彻底转变 从声名狼藉的武姬 到王后身边红人 阿兰与阿伟的合作 有了初步的胜利 经此事 至此看到阿兰不仅人美心善 秦义卓越 更是聪慧过人 在生死边缘 还能找寻一线生机活下去 他不禁更加佩服阿兰的聪慧与胆量 心中爱慕更深 阿兰如今成为女官 也不想再追求报仇 他决定往后的日子 要靠自己去闯 也好心提醒妹妹远离青狼 不要过于痴心 以免不得善终 妹妹不听阿兰劝阻 一一哭行 最终被奸人陷害 送进大牢 出展前夜 圣母心的阿兰前去探望妹妹 姐妹俩人深夜谈心 妹妹说嫁给小小后 小小非打即骂 这次她害怕被连累名声 死前也不愿见自己最后一眼 妹妹向姐姐哭诉 她已对小小死心 反而姐姐经过九死一生 仍对自己退心致富 明白自己一直以来恨错了人 说怕妹妹问阿兰要来一支竹钗 声称她愿放下过去 死前希望得到姐姐的原谅 阿兰看着苦苦哀求自己的妹妹 她决定放下过往恩怨 把自己的拆还送给她 阿兰往后独自一人后宫闯荡 又怎么扶摇直上 成为一代传奇 与质子又有怎么样的故事 点赞关注阿公 下集更精彩